請謝世宏議員 請謝世宏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今天我的題目是 跟進基層公務員被投訴時所產生的不公待遇 因此本老有不少公務員長期處於高壓的工作狀態 繁忙的工作對公務員身體健康及心理精神都存在不良的影響 其中無理投訴是一眾公務員面臨的嚴峻問題之一 本人曾收到很多公務公職人員反映 無理投訴和匿名投訴是內部持續增長 致使各部門的員工可能需要面臨沉重的行政處罰 或需要被追溯過往是否有犯下過失 無理投訴和匿名投訴的處理屬於不公開的審判 並以內部的形式處理 相關的專責部門 須會協調各方以回應內部的投訴 但對於該類投訴的制度 尤其是針對領導層的投訴 處理人員可能會出現因害怕得罪上級 或被秋後算帳 導致不敢著手處理實際的情況 當下級面臨投訴時 上級按照制定的流程進行 後續的處罰及相關的流程 基層公務員需要經過繁複且漫長的一系列的問話 及答辯的程序 若無法提出證據 加以自證 便需要按照後續的司法流程上訴 整個流程長達數據不等 員工亦需要支付相關費用的全數金額 然而當上級面臨投訴時 縱使過往曾出現主管被投訴 且違規的行為 確有發生的個案 其相對的處罰 卻不常發生或不被公佈 就算部門領導確實出現違法違規行為 並被舉報 他們卻可能使用政府的資源或公帑 以作官司的費用 即便雙方處於同種投訴的制度的監管之下 面對投訴的處理方式及投入成本 卻相差甚遠 即使基層公務員訴訟獲勝 其在回應投訴及訴訟整個過程中 所經歷的精神、心理狀態 在長期時間內承受著巨大的折磨 這種狀況 充分展示基層與領導層公務人員之間的權責不對等 無論在匿名的投訴或是無理的投訴 都可能因難以獲取投訴者及相關的真實資訊而憑空滅造 從而難以被證實 亦有可能因爭議性證據不當而不被採納 未採納的證據會導致沒有違規 卻因無理投訴而被判主罰的員工相當不公平 倘若公務員因遭受冤枉所提供的證據 又未被採納、調查、證實而被處罰 都必定對公務員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 不僅會影響日後工作的晉升機會 還會導致工作態度與積極性降低 因此為此實解決公務員遭受無理投訴的困境 及應對該機制為公共服務的運作 帶來巨大的挑戰 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加強透明度 落實責任制 在優化投訴檢驗機制的同時 保障基層公務員權益 為他們提供足夠保護的支持 從而實現更公正的政府治理 投訴是一把雙刃劍 使用不當則會引起不良的影響 都會議員